言日来,印度面临极端高温的治考 印媒一日报道称,印度24小时内至少85人死于高温 多名参与组织大选的官员也因热浪而亡 5月30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门提醒在印同胞注意防暑降温 据印度斯坦时报6月1日报道 此前24小时内,印度奥利萨邦、比哈尔邦、拉贾斯坦邦和北方邦等地 至少有85人死于可能与炎热有关的疾病 并据路透社6月1日报道 因炎热而死的多人中包括数名官员 印度大选投票于6月1日结束 选举官员们有许多被要求全天值班 有时还被要求在户外值班 5月30日,在比哈尔邦死于炎热的14人中 就包括10名参与组织大选投票的人员 此外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 法新社报道 印度北方邦的受席选举官员明马6月2日表示说 该邦已有33名投票站工作人员死于高温 当局将下死者家属提供150万卢比的金钱赔偿 5月29日,尤里地区蒙盖施布尔气温监测站 记录到52.9摄氏度高温 不过印度政府6月1日说 由于温度传染器出现故障 该创记录高温数字有误 比实际温度高出3摄氏度 印度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是51摄氏度 2016年5月出现在西布拉加斯坦邦的破洛迪 高温制考下 无家可归人员艰难度日 难以入眠 据南华早报报道称 据估计在印度首都有20万到25万人无家可归 与此同时,德里城市住房改善委员会仅仅运营着195个住房 共16675个床位,远远低于无家可归者人数 该委员会去年3月还拆除了8个庇护所 只许多人无处可居 一名无家可归者表示 太阳像火一样炙烤着我们 我们唯一的避难所是一顶文杖 它几乎不能抵御昆虫 也不能抵御炎热 5月30日 微信公众号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布高温提醒 近日印度多地持续高温 东北部飓风带来持续强降雨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此提醒 一,请在印同胞注意防暑降温 及时补充水分 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时做好防护措施 如有不适 请及时就医 二,请在印中企注意安全生产 及时排查高温下工作 消防等安全风险隐患 三,请注意防范飓风 洪澳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密切关注天气预报 及当地政府发布的预警信息和应对指南 如需领事保护与协助 请及时联系就近的中国驻印度使领馆